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我们来到7月10日的时间 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 本人昨天看完这段影片 我们今天谈谈香港的新闻 有一段时间不要谈谈川普, 美国, 法国, 英国, 甚至谈谈中国的问题 今天谈谈香港的事 最近在香港常常热传的一段影片 当然是关于三名游麻地天主教小学 河湖海宏道小六学生接受传媒的访问 因为小学, 升中学, 升中派位, 放榜 这三位学生不弱而同 绝大部分都看过那段影片 片段成为了网上热话 最近有一位受访的陈同学 就是他获派入九龙华隐书院 好像后面那位是获派黄隐的 有没有记错? 前面这一位陈同学 河网称之为陈同学 他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报了补书班 由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放学就马上去 我都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有这个回报都是值得的 在镜头前面左边的同学 觉得很恶然 而右边的同学 另一边的同学对望而笑 记者问到这个过程 休息够不够? 陈同学说够 记者再追问会不会很辛苦 但是陈同学说 如果说辛苦 就真的觉得谈不上 因为我觉得 读书是我本分来的 那跟着 左边的同学再次显得惊讶 和欧嘴 右边的同学就微笑 那就是陈同学身后的两位同学 分别被派入 Queen's和King's 黄隐和英皇 OK 那就是前面这个是陈华人 OK 都是名考 Whatever 那这段片呢 我现在就可以播一段声音给大家听一下 希望大家听一听原因 这位陈同学是怎么说的 这间中学都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意外和很惊喜 报了一个保证班 就是由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放学就马上去 那我都觉得 其实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有这个回报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这个过程是休息够不够? 是 是 如果说辛苦 我真的觉得 走不上 因为我觉得 读书是我的本分 来的 入到这间中学都对我 这件事就是有趣了 那当然 我们看回这段片 就相当 觉得是 得意 那这段片呢 我看回他们的表情 就是一种 香港人的众生上 香港人 一样米 样白 样人 什么人都有 那首先先以声明 我们呢 虽然 俗语有说 三岁定八十 我不想 即是 宽限这位 即是在 邀西文道外的 陈海浩的 那位小学生 即是我不想 宽限 他未来的 不同的可能性 因为 虽然他说的 很有趣 即是 我会觉得 前面这位陈同学 说的 像个官 说的 后面那两个人 就保留了一种 幽默感与同真 那这两种 这两种的想法 我会觉得 我不是说 陈同学 以后没有办法有同真 或者现在没有同真 不是 一刻的表现 不是永恒的 但我只是说 我相信有些事情就是 你面对一个 那么多的传媒访问的时候 你自然 直书空抑 说的东西 我口 我心说的东西 其实是最真诚的 那这种 这样的态度 未来 十年之后 会不会改变呢 我不知道 但我只是说 要改变呢 因为陈同学 要把很多功夫 或者他想不想 改变的问题 那 做官呢 就喜欢这样的人 其实这个 港共没什么关系的 就是你全世界 做官的 都喜欢这样的人 是不是 说出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 完全逻辑荒谬的嘛 他前文后理的话 全部都是在说 自己 很劲力 我不怕辛苦 我黑尽本分 我得到我成就 我有耕耘 我有收获 我有什么问题呢 那当然了 我先不要说 一至五去补习班 是不是就是说 一件好事了 或者他很乐在其中 付出了这么多 有这个回报是值得的 总之就是我 被人填钙教育 要我们这样做 我付出了得到收获就值得了 就是等于呢 香港警察 需要你去前面 喷TG 付出这件事 拘散黑暴 怎样都是值得的 休息够不够呢 够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 如果说辛苦 就是谈不上 因为我觉得 拘散这些黑暴 就是我本分来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现在 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些人做事的地方 就是人家交托给他的任务 或者是父母的期望 或者是学校社会的期望 或者他自己觉得 是一个aspiration 这样做 他觉得要这样 他说读书是我的本分 这个整段 其实最好笑的位置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突然之间自己补习 后面那位有位同学 右边入了黄仁书院的同学 当然就觉得 呼 这样 你去补习 你去补习 这样 这个也不是最好笑的位置 最好笑的位置 就是他说完整段 之后 陈同学说完整段之后 突然他最想起他说 因为我觉得 读书是我的本分 所以 讲真 讲辛苦 真的觉得谈不上 那么 读书是否你的本分 我那里的 就是等于你 我要做好这份工的曾荫权 一样 或者一众那些人一样 工作是我的本分 各位 你是为了寻食 才需要工作 是不是 除非很乐于你自己想做的事 读书是我的兴趣 OK 但是读书不是我的本分 本分是什么 是我的duty 興趣是我的什么 aspiration 完全不同 因为我很喜欢读书 我觉得不会很辛苦 但是呢 就是说 休息够不够呢 可能都有问题 这个可以这么说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都成绩是 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挺厉害的 大家都认识我 我从来都不会说 读书是我的本分 是吧 是吧 就是比如说 对于养家来说 养我自己来说 工作是我的本分 我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说 读书是我的本分 是很奇怪 是吗 我喜欢读我读的书 是我的兴趣 学校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我没有兴趣读的 说到没有 不过你要去参加这个游戏 被逼玩 这个意思 要去辛苦些 中找到一种乐趣出来 说出来都是丑 意思就是说 我要苦中作乐 才去撑这么多年 大家人同似心 心同似你 如果真的要读书 求真求知 说真的 学校里面 学校不是一个好的机制 大把书去看 以前呢 我和某些朋友 是不是 都会去其他地方打书钉 你由九龙城有些书局 我们学校对面 那时候 现在没有了 中山图书馆 街坑街 那里 有一位很出色的 一位 就是 当时的一个 认识的人 现在大家都会认识的人 很喜欢榴莲这个 中山图书馆 打书钉 那我都进过去的 但我当然 我没有他那时候那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 有很多人喜欢这样 这些就是喜欢读书 如果你喜欢音乐 怎会上音乐 自己买 classical jazz rock去听 学不同的人 混音乐 这些就是喜欢音乐 如果你真的喜欢历史 例如我小弟很喜欢历史 我大部分看的书都不是课本的书 我不是买过去看前目那些 那时候不是小学生 中学生 喜欢历史 于是乎找这些书来看 如果你对事物有兴趣 尤其是小学生 慢慢形成抽象思考能力 那当然 可以读一些这样的书 这个是绝对可以的 读书有兴趣 求学问有兴趣 就会这样做 是吧 但是你问我今天 会不会因为 诶 就是 对于考试很有兴趣 就算我考第一都这么说 没人会兴趣的嘛 这个就是说 这个社会 他期待我们 经历过这个学业阶段 最后出社会用 毫无争议 而好像前面这个人 官康官调 后面那两个人 保留同真 这个社会 无论香港也好 全世界也好 都有这样的人 OK 我希望前面这位陈同学 不要忘记自己的同真 和好奇心 不是说 哎呀 可不觉得辛苦 不觉得 辛苦说真 谈不想 其实谈不想 没有说有 还是没有 只是谈不想 什么是谈不想 我的本分 这个时候 后面的同学 左边的同学 立刻 惊讶和欧嘴 右边的同学 就微笑 这一点才是最震 是吧 你说这些说法 已经去到一种 官康官调 在记者面前 将你的小学生的 老师 家长 要求你说的 说出来 你是 fulfilling others' expectations 你是满足别人的愿望 而不是你 说出心底话 记者问 记者心底里面 都觉得 这个人 好懂做人 什么叫官话 就是说上级 喜欢听的说话 OK 什么叫人话 是说自己 真心的说话 我会觉得 陈同学 当日不是在说真心的说话 你可以咬文雀字 和我说 他很多东西都是真心的 但是 谁会相信呢 偏偏 有一个校长 就出来刺 这个校长 就是叫做陈淑仪 他在今天 朝早商台节目 他说 本身三个很好的关系 三个都是叻仔 他说 担心社交平台的言论 令同学不开心 和老师 留意到有网民说 陈同学的授访内容 很受训练说 这件事是没有的 因为採访的时候 我们一向都不干扰学生 说什么内容 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会和学生说什么 不过事先是家长同意了 接受访问的 我这样说 我不会觉得 老师或家长 教定他 每个字要怎么说出来 是这位陈同学 自己自发说的 但是他说的说法 并不是将自己内心的话 说出来 他只不过是将人家 期望他说的说话 说出来 这个就是做官 是不是 那这种做法 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 我觉得世界上太多这样的人 不是一件好事 世界上有没有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有 这件事也不是说 必然是错的 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童真 是幽默感 是好奇心 是力险心 好奇 幽默 力险 还有最重要的是一种 幽默感 这四样东西 如果小孩没有的话 就很害怕 我反而觉得 后面那两个小孩 活泼得多 是 他把明明是串前面的人 但是串前面的人 的前提是什么 我将我心里面的说出来 是吗 这件事是很不同 我很希望香港人 多分 多分这件事 我们抗拒很多的逆境 面对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香港 楼下楼的人不好受 就算出去之后 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滞爪 不得不也都向现实低头 说一些老板说的东西 老板骂你们要低头 不敢吵架 怕没了工作 家都没得养 所以 很多人都会受到压迫而这样做 但当你有条件 不需要受这些 受人二分六 之后就在这看人面色的话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 直输空益 有好奇心 力显的心 幽默感 这些是很基本的事 如果这些事能够做得到 我相信 未来香港才有光复希望 我说 光复香港 你可以说 很多政治人物需要的诉求 未必和大家有关 但我提起来 要一个好的社会 必须要更多 愿意说真话行公义的人 而这件事不是死固固地说的 可以很生动活潑的 可以很幽默的 可以很抵死的 但他的初心要不变 这一点才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 这个校长说来 根本上就是 side track一些事情 第一 就算有人质疑 你先排除了 不是老师 学校 或者家长 要求的陈和我说的 这件事我都同意 在节目中 陈校长承认 教育社会要求 已和昔日有所不同 现时学生的说话技巧训练 也比以往多 大家不用太惊讶 有些小学生说话 他真是表达得到 他表达到什么 表达到你想说的 是fulfilling 你的学校 老师 校长 家长 社会 给他的 expectation 而这件事 当然 学生这样说 不是错 而只不过是真的问题 对于陈同学 陈校长指对方 原来是未达band one 成绩的学生 短期之内 发分肚强 学业成绩大幅进步 他说的是事实 我们问过他 他说真的 他都觉得是一个目标 他真真正正觉得是要这样做 陈淑仪校长大赞三名学生都很可爱 我会觉得 我同意的 我不会说三个人 前面那个不可爱 后面那两个可爱 每个小孩 他现在只有十多岁 他离开去到 成年都一段距离 他那个 可塑性是很高的 而我希望这位同学知道就是说 社会对你的期望 就是希望你 能够尽量 不要理社会对你的期望 这个就是重要 就是社会对 社会很多大众对你的期望 就是不要理大众对你的期望 这个是好 dilemma OK 希望你做好自己本分 我这个才是做 做自己本分 就是自己做好自己本分 是用自己的本心去说话 去做话 这点才是重要的 那么 曾向其中两个学生了解过 究竟他笑什么呢 好可爱的位置 后面入了黄仁的位置 他纯粹是这么辛苦 哦 他们虽然熟 他大家 不会 讲我读书 怎样安排 平时小朋友 不会讲这些 他是没有听过 原来这位同学 每日放学去补习的 原来你这么好朋友 竟然不知道 你个好朋友 每日放学都去补习 我觉得不是很相信 是真的惊讶 好辛苦 好厉害 另外那个同学 纯粹 咦 为什么你做了那个表情 人家在做访问 这一点 如果你勉强解释第一轮 就是说 补习这一轮系统 但后面那轮你解释不到 陈校长 喂 后面那轮说什么 陈同学说 他 就是 如果说辛苦 就真的觉得谈不上 因为我觉得 读书是我的本分 然后立刻 哇 嘴唇 这一刻你不可以说 哇 就是摆明这个人在假扮 所以我就说 陈校长 你根本上是以偏概全 如果我真的看回整段片 我会觉得那两个小朋友 很生鬼 我以前常介绍大家看一些 以前的电视剧 比如什么 马长旦那些 说什么 童真 OK 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的童真 你的率性 是很重要 你这个小学生 整个老人精 那样 谁是你呢 即使今时今日 我们做节目 如果我正经白白 即是每天 各位好 我是桑普 整个牧师 整个教授 跟大家说话的话 大家都不喜欢听 虽然我有这样的 骨子里有这样的性格 OK 但是 没有人会听你说话 最重要是什么 自己说回自己心里面说话 口才不需要一百分 但是你自己把自己心里面的说话 真诚地说出来 就很重要 OK 对于片段成为网上业化 校长强调 学生 学校必须要保护学生 透露今早早曾经 有三名学生了解 但他们都表示 很OK 这样 OK的 我觉得这三个小孩 一定是未来都会成长 乃成人 今天不知道 哪个会成龙成鳳 或者你就算赚多少钱都好 是不是一个在真理 在善良 在道德方面 现在能够站得住脚的人 这件事是看每个人的操手 操手 但我只是说 每个人都是可造之材 我尤其希望 大众都会觉得 我也很同意 前面那些是老迹 做官的材料 后面那些 我就说 香港是很危险的 大家要小心 但是 香港需要这样的人 很矛盾 香港需要那么有童真 那么有冒险心的人 那么生鬼幽默的人 愿意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但是 同时也很危险的 你这么乱的嘴 你试一下 你习近平 前面 后面 镜头拍着习近平和你 你嘴 习近平嘴 你嘴 李家超嘴 你嘴 你嘴邓兵强嘴 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不行 所以很危险的 但是香港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样的人 不要问家长会不会带他们出国读书 这些无关王子 应该是他们和家长之间的决定 和我无关 OK 我只是说香港需要这样的人 那他们需要不需要香港的决责 但是香港需要这样的小孩 我也希望这个初心不变 站在后面那些人 外界就对你很多的褒羊 大家也不会轻飘飘 因为 这些褒羊 可能是糖衣毒药来的 使你轻飘浮躁 以为这样才是自大 这个最重要是要介 介这些东西 前面这位同学 也不要以为人家觉得你是老迹 老人精 做官的材料 于是你自己觉得被定型 在这个时间 我想十二十三岁 做小六星中学 这段时间是一个成长的关键期 亦都是青春期 很叛逆 这段时间过之后 看看什么的反应 希望大家知道 学校 家长 社会对你的期望是一回事 但是 你自己 如何想 有自己个性的建立 character的建立 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是我小小的中局 也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想法 除此之外 我们也知道 有两个 重要的 民主派 47人案 求情的内容 希望跟大家讲一讲 这两个我和他相识 以前在D100做节目的时候 有时和他搭档 有时访问他 出去有一些不同的计划 选举我都会撑场 我还记得 当年我第一位讲的胡志伟 曾经做过民主党的主席 当时 因为这个许智峰事件 因为当时曾经发生 当年 好像已经 甘迹不可迹 当时在立法会的地方 许智峰就和一个 AO 或Whorever去推撞 之后 民主党有内部去检讨 对许智峰 以后撞出内部的处分等 我当年是觉得 我是支持许智峰的 胡志伟 特意找到我去立法会 议员办公室之间 有一个小小的pantry 等于可以看到电视 他当时也要下去做立法会开会 当时也要下去支持 发言 他看着时间 说了一半 他下去 我等他一段时间 他冲回来 我会觉得 在整段时间里 我会觉得 胡志伟相当认真 和我说一些他的想法 部份我同意 部份我不同意 这不是重要 我觉得他很认真 真诚 他很想站在公义立场 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你问我 尽管我很多事情 未必和他有一样的证件 但我仍然会尊重他 他在现在还压了三年 开外了 在过程中 他爸爸妈妈接连过身 出来去奔丧 都有很多的祭肘阻碍 尖养五分钟 就要离开 两个老人家 过身的时候 胡先生 胡志伟都见不到他在下面 我心里当然是悲哀 亦是憤怒 但我都要压抑着我所有的心情 而胡志伟绝对是一个 健人冷静 背人垂垂的人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但他不希望在人家面前 看他哭哭哭 这个就是他男子汉的一种气魄 所以我说 他虽然是一个民主党的 泛民 温和泛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政见未必和我相同 但我欣赏他 我也很欣赏他 这么久以来 一直以来 没有折到 没有被外界的打垮 胡志伟就获得 前运防局局长张炳良 和副局长邱成武 前劳福局局长罗志光 赞写信件求情 三名曾经和他交扫的前官员 都形容胡志伟是温和无实 以市民大众最大利益为依贵 辩封力尘 胡志伟真诚误信 运用基本法赋予的否决权属于合法 看回他的背景 品格和政治理念 他并非激进政治人物 不可能会刻意违反国安法 这个当然求情内容 那你看回胡志伟现在的情况 会算是哪个编 不知道 OK 民主党规定 投票否决预算案 必须得到党内的授权 因此胡志伟没有承诺 无差别否决或满炒 法官的李宏腾说 胡志伟认罪等于承认有意图颠覆 问辩方是否指胡志伟希望用合法手段 去达到非法的目的呢 即是那些法官摆明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然后专门制造一些问题来问 辩方就说胡志伟是误信手段合法 他的道德罪责比较低的 那这案子怎么判 讲真不是我能够操控到的事 我希望他判在最后面的病 即其他参加者三年以下的情况 尽快能够获释 我都相信他获释短期监禁 或者运多一段时间 或者立即放的机会都存在 我不认为胡志伟会判很长 但是我估计有什么用呢 权力不在我手上 而他的说法 大家对于民主党党内规定 否决预算案必须得到党的授权 这一点可以保障了很多民主党的党友 有这样的一种声称 就是他没有真的要无差别否决 但说真的这些说法 对于大众大家来说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这些全部是欲加之罪何坏无耻 加了这些罪欲加之刑 也都何坏无耻 所以我想我希望胡志伟能够跟人天上 再获释 我都希望早日我都很相信 我们维持健康的身体 大家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重遇 这个我都希望中有这样的一天 离开到小监狱 也希望他离开到大监狱 另外一位我想最后来说一说的是 毛孟正 毛依依 大家知道 今天成为第四批被告 被定罪的被告 去求情 毛孟正 代表律师求情的时候说 提到毛孟正的丈夫 说毛孟正希望能够复营缘不获释之后 spend whatever time left together 可以在余生 能够尽量在一起 毛孟正的丈夫Philip Boring 保宁 81岁 去年曾经病重一度 要在深切治疗部ICU留意 毛孟正的代表律师早上求情 说接受毛孟正在案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建议法庭以判监五至六年为起点 又说毛孟正现时已完全明白 否决预算案的危害 对于参与案中的串谋感到后悔 代表律师又呈上多封的求情信 包括曾经担任逃犯条例 法案委员会主持的建制派议员石离谦 石离谦在求情信说 虽然和毛孟正的背景立场不同 但毛孟正一直愿意沟通 作为立法会议员 这种沟通对协助政府制定政策非常有帮助 我听完这些事情 求情的内容我真的觉得不值得提 但我只是觉得 spend whatever time left together 这句话真是痛在心里 是不是 胡志偉就是相亲 都没有办法 spend whatever time left together 就在监狱中 无法目送他们相亲的过去 而毛孟正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跟他年纪老迈 而且是一度病重的丈夫见面 怕天人永急 这些是伦常惨案 但谁搞成这样 香港警察 香港律政司 香港国安指定法官 整个制度 共产党 习猪头 中联版 港澳版 李家超 邓炳强 和一众三万fans 我们觉得这些人 才是最可悔的事 你搞到人家天人永革 我刚才说 上帝会做好他的审判 我很相信的 不需要我诅咒你 你自己都会面对上帝的审判 若还未报 时辰未到 不会不报 希望大家明白 也希望香港更加好 我说这两个人 希望提醒大家 我们香港人 会更加好的 看到一些有童贞的洗蚊子 看到一些 真的为公义而牺牲的意愿 我觉得我在台湾要做更多 可以 我们先说到这里 遲些再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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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